自从上个星期北京宣布了放宽防疫条例之后 陆续也有很多新冠感冒的人 现在的情况周围撲药 撲到挺多人害怕 我自己在香港也收到4-5个电话 问会不会有退消药可以寄过来 但事实上香港寄药是很艰难的 尤其是报关方面 如果一部是药物基本上都不让你进入 但是在国内的情况 它又没有足够的药提供 那为什么呢 原来上高有个配额 每个星期只限民众买6粒退消药 那市民6粒退消药又可以帮到什么呢 所以现在上高的新冠感冒的情况都挺严峻的 那究竟事实上是怎样呢 博士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 我记得上星期也说过 有三波来的了 那现在第一波就是第二波第三波 现在正在进行了第一波 那应该三波来完之后 整个北京市就已经全部中 就是九成都中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过去两年多三年都保护得太好 所以大部分人是没有免疫力的 知道吗 那一下又开放得太急 那现在就变成了怎样呢 整个医疗资源就不足了 为什么新冠病毒会这么 专闭一些老人家 又或者有慢性病 就是因为怎样呢 第一件事病毒本身是抗生素之内 是没得医的 要靠自己身体生产出有关的抗体 那用抗体去和病毒抱着死 然后才医治好它 所以你在中招有病症有症候群 所以那时候呢 譬如发烧肚痛啊 或者呼吸困难啊 你只能够用一种叫做什么呢 我们叫雕注的治理疗法 就是当你进行各种体质上的支援 比如打盐水针啊 吃一些Panadol 必利通啊 或者如果你有发烧就用布洛逢 就是这种英国 现在就没有了专利权的 现在全世界一样的 中文叫做布洛芬没有了 是 亦波来浮的这种药 那有几种品牌 你尽量防问也行 现在又不是处方药 随便买可以买到的 问题这种药 香港、澳门现在就会随时买得到 大陸就是剛才你所說 每個禮拜最終分配六粒 這隻藥的好處是不單止消除你發燒 還可以減低你頭痛 我們現在吃的退燒藥頭痛藥 我們都有很多隻這些藥 香港的好處什麼都有 但大陸為了保障他們國營企業 其實國家利益就差一個什麼都禁 貴到無倫那隻 你可否看我那部電影《我不是藥神》 是怎樣的 我不知道 禁到藥那麼貴 然後那些人偷偷偷走私 印度製的仿製藥入口 即是那隻藥病 如果你正用正價買 一個療程要兩三萬元 你用印度酒私入口 即是叫仿製藥的吃得不住幾百元而已 是 那就很值得吃 大陸最不好這件事 經常是假國家知名 就走剝傷之實 他有一條四億鏈條 前個星期我就說 拉了一大堆核子檢驗 什麼什麼什麼的 那家混蛋公司 就是一條說混蛋兩個次 他考慮到哪裏就爆瘟疫 是 瘟疫怎麼來的呢 就是他自己怒作數它 明明不是陽性 也說你是陽性的 作出來的嘛 就是用這兩個東西賺錢的嘛 知道嗎 現在大陸的事情是一樣的嘛 撐著你不讓你入口 就是中間有人掠水嘛 一顆你 你在香港買幾元粒 大陸可能現在買幾十元粒 是啊 所以那些朋友就在喊救命 才問我可不可以運這些東西回去 不是不想幫忙 是真的沒有這個渠道 還有現在我寄藥回去 就是郵局也有寫明的 如果寄藥回去 是可以寄藥 但是一定要是醫生處方 有名有名有姓的就給你 還有沒有證明的也有 對了 你沒有醫生證明的 Sorry 是一定不讓入口 那這個就是這個情況 這就是快递公司和公司全部不收的 澳門好一點點 為什麼澳門好一點點呢 因為澳門坐十分鐘車就去關口 加上過去呢 告訴大家聽眾都知道了 澳門人經過七十年來的記事經驗 一個關口有一條叫做橋江路的 就是你出了珠海的關口 向前直行一百米 再右轉大概二十米到三十米 就是不用三百米呢 你就會看到那個珠海市橋江路油局了 那這個油局就什麼都記得 因為你是內地記內地嘛 那我一天幾萬人過關 誰的手禮啊 對不對 那你自己有朋友要的藥 就自己過關 甚至一個人帶幾家的藥 就去到橋江路 就分別寄到大陸不同的地址 那你珠海市福建 你知道澳門都很好的 珠海市廣州 簡單到暈了 就是這樣 現在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過關太近了 你不需要香港 香港你要坐九港鐵路 要坐多少錢呢 三十三元去三十三元回 而且每一程單程大概是五十六分鐘的 那年是過關納納納納納納 看人多還是人少 上去順利就二十分鐘過關 都一個小時三個字 我沒試過二十分鐘過關啊 博士 我試過的 輕身的 還有你一開始 教一下各位觀眾 指揹背囊 那些證件的東西 就全部蓋在身上 在前方 就用個袋子揹著 就在正前方的衣服 還有 要坐第一節車廂 最後那道門那邊 或者站在那裡 或者第二節車廂 最前面那道門那裡 一車到 你馬上就狂跑出去 然後過門口 左轉 就是狂跑過關 過關而已 不用拼命 不是 我們趕時間就這樣過 跑新聞 我們趕時間 是 因為前面你是第一車廂尾 第二車廂尾 第二車廂頭 你主要被人快了一分鐘 你就可以小朋友 十幾分鐘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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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第一車廂尾 幾十個人過關的話 你一過到去的話 你自動過卡機的 自動過關的 你15秒鐘就過到關了 不夠10秒 是不是 然後你過到對面 不管是 拍機 因為那個就是 那就是 櫃桌 一般來說 三分鐘內 搞定 正常是一分鐘 是不是 更加正常 如果自動過機就有資料 30秒就能過了 所以走路的東西大概是20分鐘左右 我們過關又怎樣呢 你過了那邊是對面三樓的 還走回來二樓一樓才去到正常的通道 我們快到絕對20分鐘內過關 還可以趕巴士或者火車 一路坐到上去張木頭 常平那裡跑新聞 很多香港人在買樓 跑買樓失望 甚至去東莞還跑台商學校 很多台商就建一間中學傳媒 用台灣的課本 還有台灣的教育部可以拿台灣的統一考卷 在裡面考試 考完之後馬上收拾考卷 坐在大陸國台辦的人監督之下 就上了封條 簽了名字 然後游分那幾個人 拿著一條行李箱 然後拖回來香港 香港就飛回香港 再飛回台灣 這些新聞我們跑得多了 用什麼最深的方法都能夠通過 現在深圳的郵局搬到哪裡 我不知道 以前的郵局很近 一出了通道 沒多遠 在樓上都不近 這一百更多精彩節目等著大家 足本重溫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一千元 請即訂購支持